是谁在敲打我窗 是谁在撩散情形 郭初遥最近都在干嘛嘞 新戏站台打咚咚 不是啦 可以确定的是已经三年没有恋情了 身边不少有人都替郭初遥召集 连出外景都有素人要介绍男友 现在单身很好 除非真的有一个帅到一个身体 然后高到一个身体 皇帝不及即死太监 就是那个意思 不过各位太监 各位观众啊 别怀怒啊 郭初遥日子过得逍遥的 是一本看之急 郭初遥这一身 偶尽出了焦坊坊这群长剧的好友 现身台北市市民大道的火锅店 期间四人嘴巴没停过 又是吃饭又是大聊 疏乎仰天大笑 看看焦坊坊坊 那你笑嘎 凌晨一点参臂 大家拜拜 别提外话啊 当初杀很大 到现在还死人 郭初遥似乎跟朋友还聊不够 又拿起手机视讯 哎呀 荧幕中出现的人 细察之下 竟然是和他拍摄新加坡电影 流氓驱魔式的中国大陆籍 新加坡男星宗子杰 虽然宗子杰在台不算太有名 但搭档首度演出新国电影的郭初遥 就对宗子杰满口赞赞 很成熊又贴心排戏认真 还会郭初遥在台时传短信叮咛 公司冷气比较冷 要记得带外套哦 他可以做你的歪套 难怪回到台湾 郭初遥能看着宗子杰的脸边聊边走回家 这一聊就一小时啊 沿途还不忘介绍台北景色 郭初遥开始匕首画脚 向宗子杰介绍自家的环境 一下还拍了拍大门给对方看 这一结束聚会 就想看到对方的脸 聊到欲罢不能的感情 哎 两人有点暧昧哦 近期新闻啊 除了新欢报道 郭初遥的包地卷入共谍组织案 遭到检调单位调查 我们也还搞不清楚 到底整个事情发生什么事 然后他也是不小心被卷入击中 因为其实我也有点情绪 所以我还没有要打算跟他好好讲话 至于郭初遥合约方面呢 成余山主导金腾经营公司 双方合作在2021年画下句点 郭初遥拍完未来妈妈后 认识热心的刘品妍 据悉啊 近来郭初遥有一把经济约交给刘品妍 哎 姐妹俩可以说亲上加亲哦 回到视讯热化的宗子街上 究竟是不是新欢报到呢 啊 经纪人是回应他们这好朋友啦 不是跨国恋 郭初遥目前跟南方多各自投入新剧拍摄 要等明年电影宣传的时候 才有机会一起工作 啊 你讲讲我听听啦 各位 你们觉得呢 我真的很需要关心啦 啊